在《庆余年援助》中 武道最高境界是大宗师 剩下的则是一至九品的武道修为 范贤自小练就霸道真气 加上武竹的历练 在故事最后已经属于九品中的超强者 世上除了大宗师 几乎没人能威胁到他的生命 但凡事都有例外 有一个超强九品高手 给范贤内心留下深刻的阴影 多少次午夜惊醒 都会觉得有意赶剑对着自己 他就是燕小矣 燕小矣出场于《庆余年一》的二十二级 当时武竹记起了太平别院的位置 范贤借着和林瓦尔等人踏青的机会 和范若若一起找到了太平别院 就在范贤准备闯进太平别院 找叶青梅留下的箱子的钥匙时 突然有一支剑射向了他们 但是射箭手实力非常强 范贤根本看不到是谁射的 直到武竹出现帮范贤引了出来 这才发现那人是宫中侍卫统领燕小矣 他是九品上的高手 离宗师只有一线之隔 他能够隔墙听到房间里有几个人 并且能够辨别敌人的位置 然后在房间外射杀敌人 虽然燕小矣看上去是庆帝的守卫 但其实燕小矣是长公主李云瑞的心腹 燕小矣从小就是猎人出身 对他来说丛林和山丘就是他最熟悉的家乡 据说他家所在的村子被屠灭了 他在快被饿死的时候被长公主李云瑞所救 机场碌碌的燕小矣在绝望中 看到了美丽的长公主 于是跟哺乳动物把第一眼看到的生物当母亲一样 燕小矣把自己剩余的人生绑定给了李云瑞 所谓各位其主各司其职 燕小矣是李云瑞一手提拔起来的 李云瑞时时刻刻想杀掉范贤 因为这层关系 范贤与燕小矣永远不会产生友情 有的只是想相互较量 原著中燕小矣并不是中泉小奶狗的形象 不仅年长许多还有个儿子 不过这个儿子后来被范贤杀了 原著的燕小矣能力太过于逆天 更接近于一个欲望化身的野兽 他不但人狠话不多 而且除了主人李云瑞之外 对所有人都没有任何感情流露 而燕小矣跟李云瑞之间的羁绊 更像是动物跟主人的关系 李云瑞让他干什么 他就干什么 李云瑞没有命令的时候 亲生儿子死了也不会去寻仇 在燕小矣心中 所有的一切都是服务于李云瑞 包括自己找女人到处生孩子 那也是为了自己死后 还可以继续保护李云瑞 燕小矣的欲望来源于动物本能 而动物本能让他不接受第二个主人 所以燕小矣不可能被收买而便捷 也不可能被范贤用最擅长的心理战击溃 跟这种野兽对决 范贤即使手持着 让庆帝都干颤的神器巴雷特狙击步枪 他依然被燕小矣逼到了绝境 大东山跟燕小矣的终极一战 是范贤主角光环开到最大 而且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如果不是范贤故意站起身大喊大叫 摆出了一换一的作死架势 如果不是燕小矣好奇心爆棚 外加天下第一弓箭手的自信心驱使 他就不会现身 跟范贤手上的心事弩箭一绝高下 并且笃定自己 可以在命中范贤的同时 躲开他的攻击 但燕小矣万万没想到 世界上居然有比声音还快的武器 在自己的真气剑射穿范贤的同时 自己的上半身也没了 而且到此 燕小矣都没能捕捉到那个武器的轨迹 如果上天可以再给燕小矣一次选择的机会 他一定会对大喊大叫的范贤说 我不跟你玩了 你小子开挂 巴雷特狙击步枪的威力恐怖如斯 当年叶青梅凭着巴雷特 在戒备森严的皇宫中 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两个亲王打成烂泥 范若若在五竹的调教下 学会了巴雷特的基本操作 然后凭着自己的射击天赋 第一次命中了庆帝的护心镜 他躺了大半年 第二次直接打断了庆帝的一条胳膊 让他亲口承认自己快要死了 说实话 我觉得和巴雷特最配的却是燕小矣 凭着燕小矣对远程兵器的天生悟性 分分钟就能解析出巴雷特的机械原理 跟最大射程 再配合他的精准射数 以及天下第一的感知能力 追捕猎物时候的潜伏能力 估计四大宗师骑驹大东山的时候 会被燕小矣一枪一个打成筛子 可惜没有如果 燕小矣站错了队 只能遗憾陨落